好 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是 這個理論上地理交過 就是台灣下雨的時間 上面跟底下 有兩張圖一張是台北 一張是台南 從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事情就是 兩個的主要降雨的時間是一樣的 就是五六七八九月 請問五六月什麼雨 沒雨七八九 台風 所以呢台灣的主要 雨水來源就是 沒雨跟台風 五六月的沒雨 七八九台風這也考過 你圈出來問他什麼雨 五六月是沒雨七八九台風 那不論南北 主要的降水 降雨的時間是一樣的 但是可以從圖上看到 在 從十月到第二年四月 北部的雨水現在很多 那是我們前面交過 東北季風吹過來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台生而多雨 可是看到南部 就幾乎就沒有什麼雨水了 就是你們在地理上交過的 南部有所謂的雨季跟乾季 乾季沒有什麼雨水 所以就是比較乾旱 好那就是這個圖 所以呢考試就考這樣子 畫個圖 問這什麼雨 五六月叫梅雨 七八九叫台風 畫一張圖 問你這是北部還是南部 我怎麼知道 冬天雨水多的是北部 冬天沒有什麼雨水的是南部 就這樣 所以雨水多雨水少 就這樣圖 就是 與其我們的南北有不一樣 那 還有所謂的春雨 春雨 春雨正常應該講 三月跟四月要春雨 但是如果你要把二月 算進去也隨便 這邊算進去 三四月要春雨 春雨不穩定 春天季節轉換的時候 天氣都不穩定 這邊有個春雨貴如油 如果講春雨貴如油 是什麼意思啊 春雨少嘛 可是有時候春雨會怎樣 很多 不一定 不一定 今年少明年多 怎樣都不一定 春雨的雨量狀況不穩定 不確定的 所以後面還有一句話 這句話台語跟國語都有 春風後五面 春風後五面 意思就是說 春天的天氣跟婉娘面孔一樣 說變就變 不過這句話有歧視候補的聲音 所以像 像是說 不想這樣講 像現在的小孩 叫做春天孩兒面 春天孩兒面 一日邊三面 就是像小孩一樣 小孩子可以現在 笑了半死 然後哭了半死 他們還沒有笑到半死 這樣 翻臉翻四萬塊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叫做春天孩兒面 一日邊三面 今天不穩定的狀況 OK 那所以我們南部有所謂的結構性乾旱的問題 什麼叫做結構性乾旱 因為我的天氣候是這樣 所以會造成一個我容易到旱災的狀況 因為南部的雨水 基本上就是靠誰 梅雨跟颱風 所以如果這一年碰到了乾梅 然後呢 我們又風調雨順 國泰雲啊 颱風都不來 那南部就要挫起來了 然後南 他到年底的話就會缺水 他這樣就要缺 比較有結構性的乾旱問題 雖然最近這幾年啊 首先拉警報的都是北部啊 但是 從氣象條件看 誰容易鬧旱災呢 南部 因為他的雨量分布太不平均 就只要靠的就是梅雨跟颱風關係 OK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好接著 就要開始整理一下台灣的天氣 好 冬天 冬天 我們會吹啥風啊 我們中天吹啥風 東北季風 冷的天氣 然後呢 這樣這樣這樣 有一種天氣來台灣的時候 會使台灣的溫度降低 哪種天氣啊 寒流 寒潮暴發 你講過寒流跟誰有關啊 寒流跟冷風有關嘛 寒流跟冷風有關嘛 那麼冬天的時候哪一個氣氧的市立大呢 好 蒙古 蒙古大陸氣團 蒙古大陸氣團 有一種封面 會影響台灣 哪一種封面 冷風 這是冬天的時候 冬天 受蒙古大陸氣團的影響 吹東北季風 這時會有冷風過境 冷風過境 如果後面的冷空氣夠冷 就會為我們帶來所謂的寒流 冬天完了要換了 要做春天 春天就大地回升 萬物欣欣向榮 誰的視力在減弱 誰的視力在增強 哪個氣氧的視力會減弱 蒙古大陸氣團視力減弱 太平洋海洋氣力氣團 增強 這時候還是會有冷風啊 冷風大概二月還會有 甚至三月多還可能會有冷風啊 三月多還可能會有冷風 好 二三月多還可能會有冷風來台灣 好 這是冷風過境 好 這到春天 然後呢春天要走了 夏天要來了 春末夏初的時候 春末夏初的時候 會有誰 哪一種會為我們帶來豐沛的雨量 梅雨 這個時候 美女這個時候 大陸冷氣團 跟太平洋海洋氣團 視力相當 所以就會形成 哪一種風面 滋留風面 就會形成滋留風 這樣就會形成滋留風 這樣就會形成滋留風 好 月群觀眾 台灣 夏天的時候 雨量 一個叫做 午後雷射雨 還有一個 夏秋兩極有的是誰啊 海風 再來豐沛的雨量 好 等到了夏天的時候 是哪一個氣團的勢力比較大 太平洋海洋氣 這時候就沒有什麼封面了 好 我們前面講 梅雨跟滋留風有關 寒流跟冷風有關 颱風是跟封面沒有關係的 颱風沒有封面 颱風沒有封面 OK 好 夏天晚上就換秋天 秋天開始轉涼 又是季節轉換 所以天氣又開始不穩定 誰的勢力會減弱 太平洋海洋氣團勢力減弱 誰的勢力會增強 蒙古大陸氣團勢力減弱 每年差不多九月底 九月底十月就開始吹東北季風 所以呢 冷空的力量它就逐漸的就會增強 就變大了 好這就是所謂的秋天的狀況 秋天的狀況 OK嗎 就是把我們這個一年的天氣做一個整理 你要曉得要知道 這個時間是誰的氣團勢力大 受誰的影響會有什麼東西出來 你就坐在位子上 把台灣的天氣從頭想到尾 春夏秋冬整個想過去 都要清除 這樣就對了 OK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OK